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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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爷 老爷 放开他 放开他 放开 走开 为什么要将你老爷和少爷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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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快滚 二勇 快 我的天真走 不相信 姐 我们一起走啊 你不能忘 快带他走 快啊 快走 爹 走 爹 小姐 您等着 我会和他救你们的 爹 快点 人啊 快 快 快 救火 快点 快点 还救我呀 爹 管家 小少爷给你 老爷和小姐还在里边 我去救他们 站住 爹 快 爹 快 救他帮个火 抓住他 是他帮个火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爹 爹 爹 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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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来 来 来 人呢 你们俩在那边 跟我走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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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来 放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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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快 快 快 顾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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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 叫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啊 顾爷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是火了 老爷和乔姐 他就不是 爹和乔卿怎么样 他们两个没有什么事吧 老爷 老爷已经 那乔卿呢 乔卿和天成呢 他们没事吧 小姐身受重伤 孝少爷 孝少爷也失踪了 警察先生 怎么样 查出什么煤油啊 大厅和老爷的房间烧得最厉害 我想这肯定是有人故意纵火 满地都是煤油啊 是阿荣 一定是阿荣 昨天 阿荣来到大厅被我骂了 一定是为了这个 他才怀恨在心 我早就看他鬼鬼祟祟的呀 阿荣 阿荣是谁 姑爷 您不认识他 他小时候 全家得了瘟病 除了他以外 其余的人都死光了 老爷见他可怜 不但花大价钱把他赎回来 而且 还收留了他 他做过小姐的跟班 因为打上了小姐的老师 差一点 他就蹲进了大牢啊 又是老爷花了很多的钱 才把他熟了出来 让他在柴房里做事 老爷对他 真是恩重如山哪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他竟然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呀 可是 可是你怎么知道一定是阿荣干的 那还有假 确实是他掳走了小少爷 这不 大家 大家都看见了呀 真正先生 我麻烦你救回我的儿子 不要让他受到半点伤害 拜托你们了 放心吧 小少爷 我们一定会救回来的 张阿荣 我们一定会抓到的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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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玉清呢 玉清现在人在哪儿 小姐在医院 我马上就带姑爷您过去 是她的家人吗 是 我是她的家人 医生 我太太怎么样了 她吸入了太多的浓烟 现在已经处于严重的昏迷 情况不是很乐观 医生 我求求你 无论如何 一定要救回我太太 花多少钱我都无所谓 医生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救救她 好好好 我会尽力的 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玉清 玉清 你真可以看看 是我呀 我是世红 我回来了 玉清 玉清 你醒醒 你不能留下我一个人 要不然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玉清 柯爷 我求求你醒过来 姑爷 都怪这个忘恩负义 丧尽天良的阿荣啊 不过 姑爷 请您放心 我已经再三和警察讲了 让他们 一定把阿荣给抓回来 我现在还没有心情去想这些 我现在只想着把天城找回来 只要天城能够回来 雨清就一定能够醒过来 雨清就一定能够振作起来 对不对 雨清 是谁想要老爷和小姐的命 还非抢走小少爷不可 昨晚那几个人说 要抓回小少爷 给王老太爷回报 难道在泉州做生意的王老太爷和姑爷 设计好了要伤害老爷和小姐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怎么了 二荣叔叔 我好冷啊 我想回家 我想找我妈妈 我想找外公 好好好 你听我说 小少爷 二荣叔叔帮你出去找件衣服 好吗 好痛 好痛 来 看 好痛 我要回家 阿荣叔叔 小少爷 现在啊 家里很危险 我们不能回家 听懂吗 家里为什么很危险 没关系 我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他会打跑坏人的 小少爷 阿荣叔叔啊 带你去吃点东西好不好 好 你该饿了吧 怎么 想吃点什么 说 快走 大伙儿听着 这就是放火烧死 李老爷的犯人张阿荣 他抢走了李老爷的外孙 王天成正在逃亡 谁要看到他都要马上向警方通报 还有 谁能够救出王天成 李老爷的姑爷王世红先生 当场奖励大洋 一百块 一百大洋 那可就发了啊 李老爷做了多少善事 竟然成了冤死鬼 这个张阿荣真是罪该万死 是啊 听说李小姐伤得很严重 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了 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就是啊 走 走 这种事 这种事 真是 阿荣叔叔 我好饿 我要回家 我要买买 我要外公 小少爷乖 不哭啊 阿荣叔叔会想办法把你找吃的 好不好啊 小少爷 你看 那边有房子 是不是 那边一定有吃的 我们去那边找吃的好不好 小少爷 你看我 是谁 那是给我妈妈吃的 不能拿的 还给我 把祖宗还给我 那是给我妈妈吃的 还给我 姑娘 我求你了 就让我家小少爷吃吧 将来啊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好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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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弟 你慢点吃吧 这样子吃会噎着的 叔叔 要不 你们还是进屋里去吃吧 我还可以倒水给你们喝 姑娘 太好了 谢谢你啊姑娘 谢谢啊 小玉儿 妈 这位太太 我们真是对不住你们 我家小少爷她 实在是太饿了 才会偷你们家东西吃的 我 将来有一天 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妈 没关系 我也什么都吃不下 你们吃吧 妈 那是 昨天 李老爷五十大寿 在天后宫前 分发给大家的福膏 本来 拿了就可以分斩一点 李老爷的福气 说不定 你吃了以后 冰就会好了 可 可是 你却一口都没有吃 傻孩子 妈没事的 妈没事 别怕 妈 你的冰一定会好的 妈在天上 会保佑我们的 太太 我能问一下 你这生的是什么病吗 有没有去看过大夫啊 那有什么病啊 不就是穷的吗 累的 多糖的 或许就好了 妈 来 别在这儿睡 会着凉的 来 到床上去躺躺吧 来 我来吧 来 来 爸爸 太太 谢谢你们 给我小少爷福膏吃 要不然这样吧 我来帮你们干掉点粗活 也算是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 你觉得可以吗 真的吗 那那太谢谢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啊 不 不用客气 太好了 太好了 阿荣叔叔 你好厉害呀 还会用弹弓打牛蛙 我妈妈好久没有吃肉了 现在啊可以吃牛蛙肉了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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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 别哭了啊 我们过几天就去找外公好不好 你别急啊 我要 阿荣叔叔 我要妈 那他妈妈呢 我要妈妈 为什么他没有跟你们一起去找外公啊 是这样的 他妈妈病了 所以就让我呢 带着小少爷找老爷 没想到我们半路遇上了盗匪 钱也都被抢了 所以就耽搁下来了 那天成他外公住在哪儿啊 我可以去城里打听打听的 好 不用了 你和你妈这么收留我们 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我们会慢慢再想办法的 天成 来 别哭了啊 等会儿啊 我们吃过饭 我们到小溪边去玩 好不好 让阿荣叔叔 教我们打弹弓 和他一样厉害 可以把小虫都打下来 来 你们去洗手 好 我和小少爷一直躲着也不是个办法 不知道现在老爷家里怎么样 小姐又在哪家孕养上 小姐的伤害好了没有 不管怎么样 我总得去探探 东东好了啊 把这边都整整理好整理好 那个规矩规矩好啊 往那边放 亲的老爷来了 小心 来来来慢点慢点 你们小心点 好嘞 亲的老爷 您看 这儿都恢复原样了 损失的不少啊 清点了吗 都清点了 嗯 清单也造好了 嗯 轻轻点啊 来 哎呀 蔡小姐 哎呀 一路辛苦了吧 啊 来来来 请请请 啊 请 做了三天三夜了 可颠死我了 怎么这里的烧焦味这么重啊 冲得我头疼 我得找个饭馆好好歇歇 快把我力坏了 蔡小姐 我已经让他们在港工了 要不这样 我让管家到饭店给您开一间上房 保证您哪歇得舒舒服服的 嗯 翁伯伯 世红呢 世红怎么没来接我们呀 对呀 世红呢 他不知道我要到这儿来吗 姑爷他 他还在医院 什么 世红在医院 他生病了 不不不 不是 不是 这 这怎么回事 小姐还活着 什么 您怎么办的事啊这是 老爷 您叫来的人 已经很能替您办事了 他们也按照您的吩咐 想把小少爷给抢回来 可是没想到啊 被柴房那个阿荣 给坏了事啊 我不管是谁坏了事 我千里迢迢来找世红 我跟定他了 那是当然 您放心 王伯伯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你们在泉州的货船 都已经沉了 把本钱都赔了 要不是我爸 从船运公司 帮忙补了一批货 你们早就破产了 我不管 以后不管是李家王家 都是我们蔡家的 我一定要世红许我 否则什么都免谈 那是当然的 蔡老爷对我们恩重如山 一搏云天 我们能跟蔡家接亲 那是世红不知 修了几世的福啊 其实啊 世红也想早点 给您结婚 只是他爱着面子 不能让人家说闲话 你说是不是 不过 要是世红的老婆没死 我岂不是要等上 好一段时间了吗 蔡大小姐 您您先别着急啊 医生都说了 小姐呀好不了啊 只是在等日子而已 那你还在拖什么 还不赶紧让别人去照顾他 王伯伯 今天晚上我要见世红一面 没问题啊 唉 我让世红上饭店去找你 只是啊 他也急着想见你 他都想死你了 快点快点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请请请 请请 请请 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小心点 小心点 来来来 来 请快点啊 让我把东西都搬进去 回到的吧 来 来 来 这都行了 来 来 来 那蔡小姐晚上见 走好 搬进去啊 快点快点快点 来 你看 这儿啊 这儿啊 这儿让他们麻紧点儿 弄好啊 王天才 你给我站住 我不是 你说 你们为什么合起来 害我老爷小姐 说 还我老爷小姐 我叫你们害人 把他抓起来 快 快 快 上 抓起来 放进去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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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来 抓住他 快 快 抓住他 别让他跑啊 抓住他 站住 别跑 那边 快 快 站住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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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 快点啊 快 果然没错 真的是千家老爷 谋害了老爷和小姐 还要把小少爷给抢走 好 我得快点回去 保护小少爷 千万不能让小少爷 落在他们的手里 你是怎么办的事啊 该死的没死 该留的没留 还给我惹了一堆麻烦 你真是个废物 好 亲家老爷 您是不知道啊 当时的情况 是特别的混乱 我也没有料到 阿荣会插手管这个闲事啊 好了 好了 你赶快派人把我的孙子 平平安安地找回来 如果天城有什么闪失 我拿你试问 好好好 我一定尽力把小少爷给找回来 好了 好了 我到医院去找世红 你把李家的财产清单给我弄清楚 尽快把这事了了 是 世红 世红 玉琴醒过来 玉琴 你在这干什么 不是跟你说好了 让你去接我跟蔡小姐吗 妈 玉琴还没有醒过来 我哪还有心思去想别的 玉琴现在这个样子 别别天城又不见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是李家的女婿 现在是李家的一家之主 你应该振作起来 而不是整天窝在这儿看着什么玉琴 我却要每天守在这里 我要好好地照顾我的玉琴 我不来照顾她 也有谁来照顾她 就凭李家的财富 多少人照顾她不成啊 你有更大的事去做 走 赶快跟我回家 把自己打理一下 去找蔡小姐 我不去 要是去 你一个人去好了 我也留心了 陪着玉琴 直到她醒过来为止 我哪儿都不去 你 走 你 干什么呀 爸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啊 医生都说了 易卿她没救了 大丈夫何患无期啊 你现在要死了心 好好地振作起来 而不是整天这份死人样 爸 我知道 你又想逼着我娶那个蔡大小姐 可是我告诉你 不可能 玉琴是我的结发妻子 我怎么可能抛弃她不管 还有 我今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就算是玉琴 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她也是我的妻子 她是我王世红这一辈子唯一的妻子 你 你救这个瓶子 拉也拉不过来 真是气死我了 好 好 世红 不是爸 有心要逼你 咱们家现在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这 如果不顺你蔡家 那 那咱们在泉州 可就真的待不下去了 啊 到时候 咱们只能一文不明地回去 让人家看笑话呀 好歹啊 现在蔡小姐对你有几分情意啊 就算爸爸求你了 你去安抚一下她 她这次过来 不就是想见你一面吗 你陪她吃顿饭 求求她 让她帮帮咱们家 好歹 让咱们再奢欠货款一阵子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翻身了 爸爸这样做 不为过吧 世红 难道 难道真要爸跪下来求你吗 把这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 可就看你一句话了 爸 你快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那让父亲给儿子下跪的道理 爸 你 世红 爸真的无路可走了 只有蔡家肯拉咱们一把 可你又让我收住 你 你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世红 你跟蔡小姐结不结婚没有关系 你好歹去安抚她一阵啊 别把话给说绝了 让咱们最后 连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啊 等你 你要妈妈 我要外公 我要妈妈 我要外公 我要妈妈 我要外公 我要妈妈 我要回家 我要妈妈 我要外公 小少爷 乖 别哭 你这是什么呢 天城 你别哭了 我们过几天就去找外公 姐姐先陪着你好吗 我师父就要去找我外公 小少爷 小少爷 天成 小月 你睡吧 你别管她 我去哄她们 没关系的 你别管她 天成 我要妈妈 我要外公 我要妈妈 天成 你想要快点 见到你妈妈吗 那你要乖乖的呀 你妈妈 就能安心养病了 等到她病好了 她就会去找你和你外公 如果 如果你在一直吵的话 你妈妈 就无法安心养病了 我妈妈也不知道 我在这儿 谁说她不知道呀 你看 天上的星星会告诉她哦 星星呢 一眨一眨的 她会把她 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告诉家人 如果你再一直吵 不乖的话 星星就会告诉你妈妈 说你不勇敢 说你现在很害怕 你妈妈就没办法 再安心养病了 你就星星不要说 不要跟我妈妈说 好 我呢 把星星抓起来 不让她跟你妈妈搞壮 我抓到星星了 给我看 给我看 来 这可不行 要是我把手一打开 星星跑出来了 她还是会跟你妈妈说的 我们进屋去看好不好 好 我们进屋去看 把抓她的星星 走 给我看 小心哦 别让她跑出来了 小心点 小心星星逃走喽 来 靠过来看 有爱 有星星 星星在里面 快把星星关起来 好 好啦 我们把星星关起来了 以后再放她出来 这样子啊 她就不会跟你妈妈说了 那你是不是 该上床乖乖地睡觉 不要让别的星星 再看见你了 好不好 来 上床睡觉喽 睡觉喽 乖乖睡啊 来 赶紧睡了吧 小玉 你真聪明 真会照顾人啊 嗯 小玉啊 一直想要个弟弟和妹妹 可惜 她爸死得早 留下我们母女两个 相依为命 小玉连个玩伴都没用 你就叫个人 你怎么能听起来 啊 我 你是不是 你怎么不忪 你纠礼 我 你女的 你 有 也只是躺几天 这 这好难 妈 我去镇上请大夫来给您看病 就算我们没有钱 我 我求他们 先让我们设欠证 将来再还他们好不好 姚依 别白费力气了 我 大夫不会来的 就算看了病 没钱抓药 您是白看的 我有钱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这 这是一块大羊啊 可以买两大袋米的 这是我外公生日那天给我的 他叫我去帮助别人 给你 这 拿 这么多钱我们不能拿的还给你 这是我外公给我的 他叫我去帮助别人 我要帮助你和阿姨 拿去把快买 小玉 太太 你们就收下吧 这是我家少爷一点心意 我家老爷 一直就喜欢帮助别人 哪里有苦有灾 他都会急着去帮助人家 如果你们收下这些钱 老爷也会替小少爷高兴的 真的吗 我以为 只有县城里的李老爷 才是这种大善人 没想到 天城少爷的外公 也这么慈悲 原来 有钱的大元外 也有不少是 红菩萨转世的 我外公就是李老爷 把这都叫我外公李老爷 都姓李 太巧了 我觉得这样吧 小玉 明天一早 我就去城里 替你娘请个大夫 你呢 就在家里 帮我好好照看着天城少爷 好吗 谢谢阿蓉叔叔 那麻烦你 帮我娘请个大夫了 太可怕了 你好 来 开一开 欢迎你们的 看看小玉吧 大夫 您好 想问一下您出诊吗 你家里有人要看病 是的 就在城外啊 老井旁边的那间屋子 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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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亲戚最近咳得厉害 都咳出血了 所以啊 我觉得症状不清 想请您看一下 咳血就严重了 我出诊费可要六十文哪 我这儿有 那好 我先给你开个方子 到前面去抓药 先给病人喝上看看 我明天一大早 再去出诊 好 谢谢您 大夫 这告示都贴到这里来了 如果再带到小雨家 一旦被发现了 一定会原来到小雨跟他骂的 不行 我得赶快回去 带手也离开 小雨啊 阿如叔叔 你回来了 对了 大夫愿意来给我妈妈看病吗 愿意 她说明天一早啊 她就过来 这是给你妈抓的药 赶快给你妈煎上 喝完了以后啊 说不定就不咳了 谢谢你 阿如叔叔 谢谢你 专程为我们跑这一套 还帮我妈秦大夫了 行了 这些都是小事 不用放在心上 对了 我还买了两个鸡蛋和一些肉 你赶快给你妈做上 吃完这些啊 胜利会好一些的 这是盛家的钱你拿着 你妈妈生病啊 还有钱用呢 谢谢你 阿如叔叔 不用客气 我先带小少爷去打天机 你先忙着 来 小少爷 我去打点子 我来吧 什么地方 我来吧 那你先来吧 我来吧 这个人 不吃了 等你 我觉得太多了 。 你爹 小姑娘 这是不是姓周的人家 有病人要看病的 是啊 请问您是 我是大夫 是不是张阿荣帮您请的大夫啊 阿荣叔叔跟我说 您要明天来呢 我还以为 小月 小月 说 你们把张阿荣藏哪儿呢 你们这些坏人 为什么要抓阿荣叔叔 看清楚 张阿荣 谋害了大善人李老爷子 而且还拐走了他的外孙 天成小少爷 这么凶残的犯人 你们也敢窝藏啊 小心 我让警察把你们母女都给抓起来 什么 阿荣 他谋害李老爷子 没错啊 你们要是知道他的下落 最好老老实实的都给我说出来 要是有半句谎话 我就把你们一通治罪 不会 不会的 阿荣叔叔 他是好人 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臭丫头 还敢在这顶嘴 不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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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把阿荣藏哪儿了 把我妈妈放了 妈 求求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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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要有骨气 不要出来 妈 妈 这条鱼 不值钱的 快住 妈 你们要是不说 一会儿警察把你们都给抓走 把你们关进大牢 置你们一个窝藏犯人的对名 让你们永不见天日 不要 妈 妈